美国罗省炳公堂在深盖博士举行成立140周年清点晚宴及建楼70周年纪念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出席活动并致辞 在当天的活动中来自两岸三地传统桥社老桥新桥和各界代表500余人参加 炳公堂主席聂泽英致辞表示 炳公新贤创立基业奠定本堂在桥界基础 堂内人才辈出有众多商界领袖也有投身社区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的精英人士 相信大家必将团结一致横持罗省炳公堂金纸招牌 聂泽英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特别为140周年的纪念在北京定制双龙赠予炳公堂以表祝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和张平总领事 向罗省炳公堂致意最热烈的祝贺 副总领事戴双鸣表示 140年前在一国他乡的先贤们守望相助共谋发展 创建的炳公堂是美国最早成立的华人社团之一 在历届领导层的带领下 在侨胞们的支持下 炳公堂密切联系侨胞谋求侨界福祉弘扬扬中华文化 在那个中国落后挨打的时代 先贤们深知一个繁荣统一的祖国 是海内外侨胞最坚强的后盾 炳公堂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 支持祖籍国发展建设 特别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实现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理想 罗省炳公堂140年的历史 也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 在当前 全体中华儿女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振兴中华遗愿 正在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变成现实 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但是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一手切割两岸历史文化连接 阻挠限制两岸交流 在去中国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希望包括炳公堂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和侨胞们 认清台独本质和危害 不断与时俱进 共担民族大义 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积极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起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